年底购物节一个接着一个 在碰上疫情封锁 对中国大陆的物流业者来说 是超级的压力测试 我们就算上 说这个倒货量的测试 有一些误差 实际在有一些波动 北京这个物流中心 占地达到20个足球场大 能储存上千万的货物 每天能处理50万件的包裹 号称是亚洲最大的智慧仓储 但要把包裹分流准时发送出去 就得靠高科技的技术 你看我们现在看到这个 是从5号到11号 是给的一个评分产能 那目前来看也是没有问题的 目前它的倒货量 其实还是低于产能的 但是在给定的订单的预测 以及未来的推演 会发现过了10号之后 它的整个的倒货量 会大于它的产能 这就意味着这个场地 从9号开始就会出现了 一个持续性的饱和度的预警 透过数位孪生结合人工智慧 还有大数据 能提前预测出未来可能发生的困境 还能运算出解决方案 电商企业受到疫情影响 一天积压上百万的订单 就利用数位孪生系统 调度105个仓库 协助17个地区 疏解订单压力 而且不只有中国大陆 国内的包裹要处理 接近耶旦节 还有大量的海外订单要消化 我们这套设备的话 是目前算是国内最大的分检设备吧 总体的一个分检口口的话 是去到500多以上的 出动超大型的分检设备 能处理500多万个包裹 只要是运送到同一个地址 就算在不同平台购物 也能透过分类打包成 同一个包裹送出去 还利用人工智慧系统 预测用户的消费习惯 缩短包裹集货的等待时间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引入了 就是包裹预测的地址 就算它没有下单 那可能我们也会去预测一下 它未来的几天会不会有包裹 对 所以后面我们其实才用了 那个就是数字跟自动化流水 我们通过这个复杂的规则 通过动态的这种波刺 然后隔口的一个整合 以及像大家可以看到的 就是说我们通过这种 自动的一些分检 还有库架来解决这些问题 以往跨国货运需要一个月 到50天才能到货 现在部分地区甚至能缩短 10天就能到货 估计全球已经有5亿个网购使用者 体验过这种人工智慧的物流系统 它其实最大的一个挑战 它是非常复杂的一个流程 所以我们这个仓库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第一 把消费者进来的包裹 要分发到仓库合适的位置 里头去存储 然后等这个消费者的包裹到齐 我们要处方 在这个仓库里头 把这个消费者的相关包裹 全部把它下下来又把它合在一起 这整个全部都是由软件系统来调度 然后由硬件设备来完成 不只是物流仓储 现在就连超市零售商也引进类似的设备 为了配合电商的半小时到货服务 身先超市业者减货作业得压缩在四分钟以内 原来可能就一次性只能减两到三单 现在我们分区总减之后 减货员一次性能够减八到十单 大大的提到了生产减货的一个效率 第二大的改变就是对我们的配送端 配送端原来它是由集合单进行配送的 还需要进行二次分减 但现在我们通过分破墙这个基础之后 它就是起手就是按单配送 避免了二次分减 避免了对商品的一些二次的搬运等等一些情况 大量机器运作的货物运送墙 利用扫描就能把商品分类清楚 一个箱子就是同一个用户的所有订单 我们把商品一件一件的放到这个公包机上 然后通过扫码设备进行商品的匹配 然后通过分波车输送到一个个的隔口 我们每一个隔口就是每一个订单 当订单生成完了以后 我们亮绿灯进行打包 这一个订单就生产完成了 方便快速的物流也推升快递订单的数量 光是去年中国大陆就处理1083亿的包裹 换腔下来全世界每两件包裹 就有一件来自中国大陆 除了透过机器人快速分类 还有人工智慧运算的超强大脑超前部署 才能花费最少的成本 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把产品送到消费者的手里 完成 Made in China的最后一笔路 狱猎新闻 公司报答